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們的頻道的話 我們這個頻道主要講一會國內相關的資訊 包括流宇、生活等等 如果用一些突發性的國 continental 新聞內容 又或者是香港未必看到的新鮮事物 我們也會馬上製作影片通知大家 如果你看完覺得對這類資訊是有興趣的 歡迎訂閱我們 又或者轉發給你身邊同樣對這類資訊那麼興趣的朋友 大家好 早幾天我就出了一條影片 可能封面比較突出一些 吸引一些 就說國內現在是不是真的沒有人收人民幣等等 其實都很多的留言 第一就是有覺得移民是不是真的不收 好像有些朋友其實上去消費都收 其實我在這裡再次重申 首先我自己在通關後有上過內地 給現金是收的 只不過如果遇上要抓足 而商家是沒有足夠的零錢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不過我見很多人其實應該就沒有看內容 直接留言 通常是哪類留言 就說這些地方 找鬼去 又或者說不接受現金我沒有就不去 等等 那一部份留言就更加難聽 我在這裡都不足夠讀出來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其實都沒有看完整條影片的內容 所以才得出就是 真是以為好像封面那樣說 就說國內已經不收人民幣了 自己發行的貨幣都不收 我在這裡再次強調 其實你回到中國大陸 你使用人民幣是一個合法合理 完全地是商家必須要收的一個行為 至於上條影片封面提到的 是否國內已經沒有辦法使用人民幣 還有那些店員是否會黑面或者奇怪眼神 全部都是要是觀眾之前提過 又或者是網上有人提出的 所以我就把這兩段說話放在封面那樣解釋 因此上一條影片是嘗試用現金去消費的時候去求證 是否真的用不到 還有那些店員是否會有奇怪目光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好房子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房子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房子和買房子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設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更可在額外匯鎮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 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受選自家兄弟 遇到拒收 違法的一定是商家 而不是你做錯了的 只不過 話雖然是這樣說 法律上也是你完全沒有錯 不過 如果 在抓族的問題上 商家真的手上沒有零錢抓給你的 那你堅持要他抓的 當然要等待 商家可能是需要去附近的店 看看有沒有得把那張錢打散等等 然後才可以對你作出一個抓族 那說到底 你給了現金 你要求抓族 都是沒錯的 只不過純粹在商家角度 他認為已經有一些電子收費的方法 希望每一個的買家 每一個的用家 都能夠用電子支付的方法 大家不需要牽涉到抓族 大家都方便 因為你只是抓一下 就已經是整條數過了 那在這裡其實我想舉一個例子 無論你認不認同都好 先聽完我說這個例子 多年之前我就看過一個電視的 法律常識的節目 有一個例子就是這樣的 一架巴士 又走上車 那一位年輕人 他就只有八達通在身 但是上了這個巴士之後 巴士都開了車 他就發現原來那個八達通的 嘟機是壞了的 即是說他用八達通就付不到車費 他身上也沒有零錢 巴士司機見他付不到錢 就要求他下車 但是這位年輕人覺得自己是完全沒有錯 因為他明明我八達通是付到錢的 是你這部車的卡機壞了 所以他堅持不想下車 那影片來到這裡 也沒有說過巴士司機 有沒有要求報警等等要求他下車 但是律師團隊最後 在嘉賓選擇了到底 年輕人需要不需要下車之後 就告訴大家 其實年輕人真的需要下車的 因為提供八達通付款 是巴士公司給你的一個方便 但是如果剛好這部巴士真的沒有八達通 可以給你賭的話 而你身上其實有責任 上車之後是要準備零錢的 所以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要知道 法律層面上 其實即使我們身上有八達通 但是剛好遇上那部巴士 是不能給八達通的 我們身上是要準備散指去支付這個車費 其實剛才這個例子 就是將本身我那個話題裡面 商家和消費者的角色有點調轉了 可能在商家角度有時候覺得 我已經提供電子支付了 為什麼你一定要給現金呢 你應該是可以有電子支付的方法去找數 他可能甚至會認為 如果你給現金要求他找數的話 其實就是煩到他 但事實上在法律層面上 我給現金是合法的 你不收是你違法 不過好了 又說回剛才的例子 如果最後年輕人不肯下車 巴士司機真的要報警 警察上到來要求他下車 雖然巴士司機是絕對沒有做錯 因為他可能認識這個法律就是 你上到來 要是就給八達通 八達通給不到的 你就要給散指 但是這樣搞一搞 損失了的就是時間 甚至乎令到巴士因為這個報警的原因 可能停在路邊 本身巴士上面其他的乘客也會受到影響 某程度上可以說是因小失大 但是你說他如果 被這位年輕人免費搭巴士又不是合理呢 似乎也不合理 怎樣去解決位置最好呢 其實我相信如果壞了一部八達通機的話 最好有一些手攜的八達通 萬一真的遇到一些客人 只是有八達通 他就要求給八達通 那司機可以用這個手攜的八達通被他奪 或者的話可能你一天裡面的車程 總會遇到一兩個兩三個這樣 沒有帶現金沒有帶散指的客人 只是一百達通的話 在這裡跟你吵 吵到要報警 那你這輛車其實某程度上就會因小失大 雖然我強調法律上他是對的 他是完全沒有錯的 所以說到最後 法律上沒有錯是一個層面 但是為著方便 如果能夠有部分的支付 暫時支付 肯定存在 其實都是一件解決到 也都不花自己時間的做法 那上次跟大家提過 其實香港的支付寶 又或者是微信 都可以在部分的商戶那裏 可以給到的費用 那所以如果你是帶著一部分現金 再加上香港的支付寶 又或者是香港的微信 在國內上理論上行走 消費都應該比起你直接指 是拿著現金就好很多的 那當然上次我都有講過 有部分的一些餐廳等等的優惠 其實是需要用回國內的支付寶 又或者微信的國內錢包的 那所以如果你能夠擁有 剛才所講的兩個國內的電子支付 其中一個始終會比較方便一些 特別是對於享受一些餐廳的優惠 又或者有部分餐廳點完餐之後 直接付款等等的一些做法 始終有這兩個國內的支付系統 是會比較理想一些的 優惠也可以多一些 但是其實上一集 也有很多人提到 你這樣經常糖水滾糖魚 國內的人當然是習慣了 但是有客過來 你不是拿現金 難道真的下下跟你開過銀行戶口 然後又搞一輪 才用到這個電子支付 才可以全國通行嗎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無論在電子支付系統的層面 又或者是政府的層面 我都覺得應該要為旅客去想多一步 打個譬喻 一個建議 如果這個電子支付系統 你叫人們下載等等都沒問題的 你可能在機場或者關口 有這樣的建議是沒問題的 但是你最麻煩的就是你要有國內戶口 而要有國內戶口 你說真的 那個遊客怎麼會為了一次旅行的消費 開一個國內戶口 搞一搞 他來到的旅程都沒有了幾個小時 更何況的是他願意去開銀行戶口 都未必開到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可以像香港那樣 在71這些地方 直接賭錢進去這個電子支付系統的話 譬如說旅客有500元 有1000元 然後就在這裡洗 洗完之後 是可以有一個拿錢的途徑 那就最理想了 不知道其實有沒有人已經認知到 國內其實可能有針對旅客的部分 在電子支付方面 怎樣去進行解決 因為我未必知道國內現時所有相關的操作和做法 如果有人知道又或者已經知道 是有方法解決 在想怎樣做的話 歡迎你留言說說 據我所知 八達通雖然是要靠一張卡去奪 在國內也奪不到 但是呢 現時如果他配入他的APP 他也是希望解決到 港人回國內 沒有上術兩大支付系統的話 你不夠做到那個數QRQ的做法 就是靠手機裡面的APP 捆綁著八達通去做的 到底有多少商戶是願意收這個 我們拭目以待 到底用起來方不方便等等 但是 有一間公司這樣肯去做幫港人 也是方便了 最後也想說一聲 其實如果 正如剛才我所講 理想方便一些 最好有國內的兩款電子支付系統 其中一款是會比較理想一些 我之前也已經有介紹過國內開銀行戶口等等的操作 也有介紹過在香港 中銀這邊開一個叫開戶2的戶口 是捆綁這兩個支付系統 用作消費之用 有些人就說 就算用了這個香港的中銀之後 仍然在申請支付寶 微信的國內錢包等等 都是需要一個國內號碼 所以覺得非常麻煩 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國內號碼 才開到上術兩個支付系統呢 其實我自己測試了 是可以用回香港的號碼都可以開到 下一次我們也特意講一講這個話題 今集的內容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再見 下一個小鐘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